歡迎大家收聽今集的不求人工作室節目 生存遊戲 今集說的話題就是女士應該相當感興趣 就是一個女士的護膚品化妝品大危機 今集除了適合女士聽之外 男士都可以聽的 因為你聽完可以奉勸你家中的太太或者女朋友 用這些化妝品護膚品的時候要小心 扮靚其實是女人的天性 這個天性也不需要多說廢話 要不然你看到整容 這些後患無窮很多女士都知道的事情 他們都會照做的 就是因為忍受不到十年半年變漂亮的那種誘惑 整容不是每個女士都會做 但是化妝護膚這些幾乎我相信都沒有100% 都99.9%女士會做的 尤其是在文明社會那裏 非洲那裏也不算 好了 化妝品和護膚品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最怕護膚越護皮膚越和 化妝品越化就越出禍 其實有什麼事呢 最主要就是在護膚品和化妝品裏 有很多不適合大家用的化學物質 先舉個簡單例子 例如2018年11月 消委會測試市面上有60款的潔面產品 他發現其中有十幾款含有很多防腐劑 其中有九款含有自民的CMIT 或者是有利甲醛 有一些還超出歐盟的最新規定 另外就發現市面上很多這些潔面產品 根本就沒有列清楚它的詳細成份 其中有23款還沒有標示它的使用期限 剛才所說驗出的防腐劑其實都幾出名的了 除了會出現在一些女士的潔膚產品之外 會出現在洗頭水和沐浴露裏面 這些成份究竟是什麼呢 其中一種叫甲基義塞助臨酮 通常在成份表裏面會寫為MIT 另一種叫甲基綠義塞助臨酮 成份表裏面的簡稱就是CMIT 還有一種都是壞事 叫本病義塞助臨酮 通常在成份表裏面叫BIT 這幾種很常見用在製造清潔劑成份的產品 為什麼廠商要添加在產品裏面呢 原來這些潔膚產品通常有個有效期 例如有效期三年才算 你要保證在有效期裏面不變質 有時候就難免加這些成份在裏面 MIT 最早在2005年 就由美國的羅門哈斯公司去發明 它是一種很高效的殺菌劑 因為有光譜殺菌的性能 所以就很廣泛被使用 MIT 和CMIT 雖然在這些洗頭水 或者潔膚產品裏面 用量很輕微 但它的安全性一直是備受質疑 在2013年12月 歐洲化妝品個人護理用品協會 就發表了一個行業建議 它就說用在這些停留類的化妝品 例如你會塗在面上停留很久的 甚至包括化妝用的濕紙巾 都建議去停止使用防腐劑MIT 甚至是建議化妝品公司 應該盡早去停止使用 那究竟CMIT和MIT 有什麼壞處呢? 其實主要就是這些防腐劑 會引起過敏性反應 甚至出現皮膚炎 歐洲消費者安全科學委員會 簡稱SCCS 在2013年提出 根據當時的臨床數據顯示 化妝品含有100ppm 即0.01%的MIT 就會對消費者不安全 比利時有一間醫院的皮膚專科部門 它有一個報告 它就說清潔劑裡面的防腐劑含量 往往是跟手部皮膚炎有關 它就認為有必要檢視一下 這些產品裡面的MIT或CMIT 防腐劑的使用的安全濃度 除了MIT和CMIT 還有什麼的化學品要留意呢? 其中一種就叫做 對強基本甲酸紙 這一種對強基本甲酸紙 是什麼呢? 其實它包括了幾樣東西 它包括了甲紙、月紙、丙紙、釘紙 其實這些通常都是在護膚品裡面的防腐劑 它的英文可能寫為 我希望不會讀錯了 Methyl Bissyl 和Effyl 還有Purple Baraband 這些防腐劑 它是可以抑制真菌和微生物生長的 通常用在這些化妝品和個人護理產品裡面 這些Purple Baraband 它雖然的致敏性比其他類型的防腐劑低些 但是都是有致敏風險 尤其是用在一個傷口的位置就會有問題 另外近年也有些研究 它懷疑它會有干擾人體荷爾蒙水平的一些顧慮 根據英國的一份研究 2004年 它由一些分子生物學家帶領的團隊 它就在腫瘤裡找到對強基本甲酸紙 發現了這種物質在皮膚裡 例如液下的防臭劑、乳霜和身體用噴霧 就找到這些物質 又在腫瘤裡找到 結果解釋了為何有60%的乳癌 乳房腫瘤 都會在乳房的上、外、方、近隔下的部分 找到 當然有些人反對這些說法 有一個應用獨理學期刊的編輯 他就認為 這些研究雖然未證實對強基本甲酸紙 是否真的造成腫瘤的形成 但又跟乳癌的個案增加有確實的關係 這些叫做Paraben的東西 其實是否只是出現液下防臭劑、乳膏、乳霜、體用噴霧 原來是不止的 還有一件很常用的女士用的產品 就是唇膏 有一間生物科技公司叫水中銀 在2017年檢測了31款唇膏 發現有幾款無法通過急性毒物測試的五款 即是含有些類刺激素 其中有些樣本 比起同類產品高出的17倍 即是比起安全標準 原來市面很多唇膏品牌都會含有Paraben防腐劑 由於這些類刺激素物質很容易被身體吸收 有些專家說輕質會造成乳經敏亂 重質會導致不育甚至誘發癌症 當然有些說 尚未有證據證明這些 Paraben對強基本甲酸子和乳癌有真實的因果關係 有些研究都是為它平反的 就說你為防細菌感染 你始終的產品裡的護膚品 是要有適量的防腐劑 是一個必須的成分 美國癌症協會怎麼說呢 它就說目前未有足夠的科學證據 證明這些對強基本甲酸子的用品 會增加患乳癌的風險 但是它也指出需要更大型的研究 證明這些Paraben是怎樣影響患乳風險 不過呢 雖然它在美國說沒有證據顯示 但是你值得留意的是 丹麥在2012年已經開始禁用 這個Paraben類的防腐劑 在什麼地方呢 在兒童產品是不准用的 它成為了第一個禁用的國家 而歐盟的化妝品法規 和中國的化妝品安全技術規範 都分別在2014年和2015年禁用了 五種Paraben類防腐劑 新修訂的歐盟化妝品法例 更加將其中一種Paraben 列為二丁子 列為化妝品禁用成分 在2015年7月30日之後 一部在歐洲只有符合新規定的產品 才可以供應在市面 但是呢 美國就沒有這些規定 除了剛才說的 MIT CMIT Paraben 這些防腐劑之外 還有些什麼是 例如女士的護膚品 化妝品 有些成分 是會要小心的呢 其中一件很難回避的東西 就是一些致敏的香料 香料和可致敏香料 這些成分 是護膚品裏面都幾常見的致敏成分 例如2017年 香港的燒委會 檢視了市面61款的潤膚乳的樣本 只有10款的樣本 在標示上沒有這個香料和可致敏的香料 而這個33款就標示了 含有1-12種可致敏香料的成分 其中六款的樣本 標示出含有簡稱為HICC 即是叫做新凌蘭的可致敏香料 歐洲消費者安全科學委員會就說 那種的香料成分 致敏是比較多的 不建議在消費品裏面用 新凌蘭傳 剛才我說的那種 叫做HICC 好了 你說一些潤膚乳等 都還說可能 找到一些避開香料成分的產品 但有一種女士會用的化妝品 就很難避免有香料 那就是香水了 2018年12月 消費會就查了55款那些香水的安全程度 就發現不幸 全部樣本都檢出最少這個4種香料的致敏物質 其中有23款就檢出這個多達10種或者以上的香料致敏物質 另外有37款的樣本就檢出不同種類和濃度的人造瀉香物質 有11款還檢出一些素化劑 香料其實就是香水的主要材料 除非女士不用香水 不然對於這些真的避無可避 剛才所說的研究測試裡面 有關方面參考的是歐盟的化妝品條例 為何不用香港的條例 而用歐洲的條例呢 待會再解釋一下 簡單來說 歐盟的規定 如果產品含有物質超過特定的水平 譬如一些叫駐留類的化妝品 超出了0.001% 歐洲規定產品的成份標籤要列出來 但是還在2017年8月 歐盟就一個化妝品條例提出修訂 要求所有在歐盟地區出售的化妝品 都有一種物質要禁止會出現 其中在20 就說要在2021年8月起 一律去禁止銷售一種含有HICC 剛才所說的森林爛泉 還有另一種叫做 綠化台黑泉 和台黑泉 這三種高置敏物 歐盟的消費者科學 安全科學委員會就建議 HICC不應該用在消費品裏面 還說這種HICC的濃度 即使是低於0.02% 都不能視為安全和不致敏 但我們剛才說的檢測樣本 有15款的HICC濃度 是高於0.02% 總結 剛才所說的 2018年12月 即近期 這些產品 相信也有很多款 還在市面有售 甚至就算改版 或者什麼 配方 都難以避免 會有那些成份 而當中 有很多款 HICC 最離譜的 濃度 高於0.02% 另外還有其他 有些香料 其實都會有機會致敏 有哪些香料 會有機會致敏 大家簡單去認識一下 其中有 檸檬希 方張唇 還有就是 葉唇 強姬香茅唇 香茅唇 本甲唇 本甲酸辯子 嘩,這些真的很難讀 待會我會告訴大家 如何找到這些 英文和中文的名稱 這些都是以知的過敏香料 一般是用來提升方向效果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成份有沒有這些香料 這樣 那好了 那這些香料 為什麼其實要避開呢 雖然有一些部分 它的致敏性 不是很高的 但當它接觸了空氣 經過氧化之後 反而會變成一些致敏物質 所以很難 不要掉以輕心 最後就說一下 為什麼 我們說生存遊戲 為什麼第一集 就用女士護膚品化妝品的危機來講呢 因為其實香港在這方面 接近是沒有行管的 為什麼那些 例如消委會之類的 驗這些時候 都要根據歐盟的法律去檢視呢 是因為香港是沒有規管 護膚化妝品標籤的法例的 其他歐盟國家的規管護膚品方面 就比較嚴格的 產品上是要清楚列明的批次 產地、成份等資料的 但是香港就規管不足的 所以有關部門 就算去檢視的時候 它都沒有參考的 簡單來說 就是化妝品 就算對人體有何 都是沒有王冠的 那今集的內容 主要就是來自一本叫做 《獨港生活獨害自救書》的著作 作者其實他就很關心 香港的食品和用品的安全問題 這一本也是他觀察了 超過十年的追蹤報告來的 今集的《生存遊戲》 《女士護膚品化妝品大危機》 就到這裡 下一集如無意外 另外就會講一些更加的 很多人會關注的 就是一些食品的危機 那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節目都適合你聽 希望你都能夠 追蹤我們 《不求人》的YouTube Channel 其實就在主畫面的右下角 有個紅色的按鈕 你按下去就是的了 另外也希望大家能夠 like我們《不求人工作室》的Facebook專頁 還有如果對於我們公司的一些著作感興趣 都希望他支持買一本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每一天都遭受到毒害? 我們總好天真地以為 生活上的食品、用品安全 都會有專人或專責部門為我們把關 但你有沒有想過 過去行之有效的機制都會出現漏洞? 又或者 黑心人 刻意去轉空子 為了暴力而無視消費者遭受毒害 甚至乎是大自然的反撲 等人類去承受污染的惡果 加速、肉類、海產、水果、 蔬菜、畫面、油鹽 到一些清潔用品 都潛藏著陷阱 有些是受到環境的毒害 有些是因為處理不當而受污染 有些含過量的添加物 最好的是 有些無糧的商人為求利益 罔顧消費者的安全 刻意在食物或產品上加一些化學品 甚至製造一些假食品 可謂索盡天良 讀講《生活毒害自救書》 告訴大家 豬瘟肉 雖然未必直接影響健康 但是病豬死豬所滋生的其他惡菌 隨時煮熟都消滅不到 港人鍾情台式飲品 但是珍珠奶茶裡沒有奶 果茶都只是一堆化學色素 黑心肉遍布全球 你以為只是個別例子 香港可不可以獨善其身? 而鱷鷹、蘇丹熊、防腐劑 生活中總有揮之不去的化學污染 水溶性濃藥滲入水果裡 洗都洗不掉 三門是菌 肉毒幹菌 寄生蟲 屢見不鮮的食物中毒怨胸 假蛋、假酒、假鹽 毒菜、毒米、毒魚 怎樣避開黑心食品 洗髮水、沐浴露 濕疹和皮膚炎人士的大滴 護膚便損敷 化妝品愈化愈傷身 女士大危機 這本書是作者觀察超過十年的追蹤報告 並為讀者提供自救指導 作者陳月英 資深健康版編輯 近十幾年來 他覺得生活中的食品和用品 受污染和毒害非常嚴重 他細心研究了官方機構報告和媒體報道 希望自己生命自己救 為家人和大眾捉起確讀防火牆 讀講《生活毒害自救書》 現在已經於各大書局有售 記得向店員查詢